记者王景义花莲报道,花莲地震把市区内自来水管站到上百处破管漏水,导致灾后到第五天仍有近8000多户墨水可用,不过自来水公司未找出的底下破管点出从西部调人之源。 立伟肖美琴也透过网友架设自来水矿回报系统将收集的资料转化成GIS图资可协助自来水公司专业人员判断何处可能漏水,加快处理速度。 负责系统架设的是寿风印象团队卢继业及陈哲明先生,卢继业说,由于自来水管埋在地下,抓漏不易,耗费时间,因此立伟肖美琴找上他们,希望透过他们的资讯专业协助,因此他们作用很简略的方式架设0206花莲大镇自来水矿回报系统。 卢继业说,后端收到表单后初步整理,分类出无水可用,有水可用与阵前没有变化,有水可用自来水明显变小,有水可用自来水明显变大,有水可用自来水公司来修复过了,等,然后整合GIS,Google Earth标志出相关位置,透过大量数据搭配自来水的专业图资,由自来水公司的专业人员从图面上就研判, 预测哪里可能漏水,加快处理速度。 肖美琴说,花莲很多地方都还停水中,民众真的很痛苦,她从镇后一直在追踪修复进度,修好一个大的管线,又发现其他损坏更多。 目前花莲是一发,限水管损毁等待修复的就一百多处,且都在地下还没找到的损毁点还更多。 自来水公司在原来花莲的四组人马,又从外线市调度21组维修人员进驻,连夜24小时轮班在修补中。 台湾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区管理处指出,因地震造成供水管线多处脱接破损至花莲市区及美轮, 新城地区停水用户高达4万户,经紧急墙修复挂上至桥下两条600毫米送水干管三处漏水处及部分管线,考量管线安全,出其为量供水在渐次调增,目前停水户数已降为8500户,持续附水中。 为因地震导致的管线破损于供水后陆续浮现,且渔震不断增加修漏的难度,如总往新城北浦500毫米干管漏水于送水后发现严重漏水, 其他末段小管线漏水更多台水九区处目前已设置30处临时取水站,会随用水需求增加或更改, 调用全公司水车15台巡回公送缺水区域,若有用水需求或看到住家附近道路有漏水冒出,可电洽1910克服电话。 自来水公司为了赶快恢复公水,日夜都派人抢修,但自来水管线在地下因地震导致水管破裂或漏水,有时漏水情况不明显,很难发现。 因此除了透过电脑检测还得靠测漏人员抓漏,这几天在花莲街头都可以看到测漏人员不断在街头, 透过声波测漏器辨别水流声音的尖锐度及管线流向,判断是否漏水或水管破裂。 这几天在花莲街头的铅它应该有限的尖锐度及管线流向, 嗨没有,它应该有限的尖锐度及管线流向,